1942年初,加入盟军的中国为了支持太平洋战争,派军进入缅甸与英军一起跟日军作战,缅甸战役由此打响。 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以后,与日军英勇作战,取得了不少胜利,可是英军却拖了中国军队的后腿,怕死的英国士兵受不了日军疯狂的进攻,在战场上节节败退,这让中国远征军的士气大打折扣。 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面对这种局势非常着急,电告蒋介石希望他能到缅甸战场进行慰问,以提高中国远征军的士气。 作为二战中国战区总司令的蒋介石同意了史迪威的请求,于是宋美龄也跟随蒋介石一同前往缅甸战场。 此段影像正是蒋介石到达缅甸机场,众多将领接机真实影像,影像经过后期修复上色,这里是历史的影像,欢迎关注转发。 看更多精彩历史老视频。 中编制机场 结束 中缴cu 中编程 中编冧 中编战 Savesele 中编 έχ 网 frustrated 中编可能 事